根據統計,台南市最近千萬以上的工廳 標出的有八十五間 但沒有完成割標的也有五十二間 台幼占四十三左右 議員會在交標時 因為我們無料的機械,加上欠工的情形 議員也為安南区台工秦主管 和中安理的外廠中心的建案來清明 希望可以越期越節來發報行見 既在一百一十二年的八月份完工 那我現在在這邊非常憂心的是 它在這個地方就是在我們海電路 包括公安二階 包括仁安八階、仁安六階 後面就是我們安南消防隊後面一個工額地 那這邊是選址就是選在這個地方 那我以目前這個市場 我無料機械 那麼除了原物料漲價之外 缺工的部分也都非常明確 那因為這個部分我們都很擔心 那個局長你先坐下 你先坐下 我還沒問到你 那在這個部分 我也希望說 選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金融的部分 我相信說 六千多萬 中央補助了兩千多萬 那這個三千多萬 應該是沒問題吧 跟議員報告 可能中間原因很多元 剛剛最主要 當然最主要是工程經費 是不是夠的問題 那也牽涉到工法跟那個 它的設計 是不是在 就是以及用料 我們都會去統一檢討 那剛剛提到 你剛剛提到五十二件 我想說 等一下我們就會責成 我們相關的局處 再檢討 和公設用地的工程會用比率 希望可以用的感覺 民眾的一路 帶我們新聞營跟劉品妍 蔡鳳報道 臨部的主要 都會這麼明顯 用來 我請推提一些 挺大的 感谢观看